刚冲了个澡,关窗户,关灯,不多耽误时间了啊 大家好,杨旭邮寄房车,环游中国的第304天 今天去三星堆,就一个词啊,举世无双,出发 已经进来了,博物馆非常的大啊 而且人特别多,停车位都不好找 门票是60块钱,我很少见到有博物馆收门票啊 但是啊,但凡收50块钱以上的这种门票的博物馆,绝对差不了,非常棒 所以我对这也充满着期待啊,走着 进来以后的第一个场馆非常暗啊 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都普遍的认为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直至这个三星堆的一个发现 因为三星堆呢,是3000年到5000年的这么一个历史 它的发现也昭示着,不光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了 这就是三星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之一 一定要跟大家说说这条线啊,北纬30度线 世界上的四大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包括中国 包括这个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文明都是贯穿了这条线的 而世界很多的无法解释的一些神秘事件,一些自然奇观 也是发生在这条线上,再看三星堆,恰恰也在这条线上 另外,咱们看一下三星堆在今天它的一个位置啊 其实它并不是在成都,而是在四川的广汉市 广汉呢,是四川的一个县级市,由德阳来代管 这是今天的一个位置啊 在历史上怎么来说呢 相当于古蜀国的一个中心位置,CBD的位置吧 管他那好东西真是太多了,前几家跟大家说说 比如说这颗象牙,不止它一颗了,出土了八十多根 你说那个年代为什么四川会有大象呢 其实不止在四川,那时候中国比较湿润 在河南也有亚洲象 象牙呢,是一种祭祀品了 在祭祀的第一层 南方丝绸之路,很少被提到啊 看看这个,古称鼠身独到 起点是三星堆 有三条线出去 一条是通过云南的瑞丽 到缅甸,中亚,西亚 还有一条线呢,到广西的 这应该是广西房城港那边吧,出去 越南,南亚 第三条线就是广州,应该出海了 很少,真是很少听到啊 之前咱们刚从新疆那边的丝绸之路回来 这边就好东西越来越多了 青铜器啊,上代的 这还有一些玉器 哇,这有的玉器是出土年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所以啊 这边都是各式各样的玉割了 兵器,金戈铁马嘛 两部分组成,上边里边的 下边木棍已经腐蚀掉了 需要注意啊 因为这些的展品都是出自一二号祭祀坑 所以它们的用途并不是真实的兵器 而是一种祭品祭祀用途 更多的是一种象征 不看这些了 去看我最最想看的东西了 啊 就是这个了 这是我最想看的其中之一 绝对的镇馆之宝 青铜神树 那么一来高 大家看过盗墓笔记的 一定对青铜神树有印象 哇 真是太精美了 这个被列为国家禁止出国 展出的文物之一 上面是小鸟 哇 这什么叫做举世无双啊 这就叫举世无双 太美了 去二号馆 二号馆 有我几个另外想看的东西 青铜神坛 一共是四层啊 底下是基座 然后是地界 中间叫做人界 四个小人 再上边天界 多精美啊 别别 就这随便一件 再看这一侧啊 放在任何一个博物馆里 都能镇馆之宝吧 青铜面罩 看这个奇怪的造语情 大眼睛 大鼻子 薄嘴唇 都是这种造型 而它三星堆 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 给大家看一下 太奇特了 再看这眼睛 直接一个圆柱体突出来了 重点是它真大呀 你知道有多大吗 我形容一下 相当 拿人做一下比对 半头牛的大小 当然不是人带啊 你看它有一些孔 还要挂到哪些地儿了 这在其他的博物馆里 真的看不到这种造型啊 所以 仙星堆的文明 真是太奇特了 再看这一侧 黄金面罩的青铜造型 渐渐是精品呀 再看这个 直径差不多一米呀 你们说这东西象征着什么 是象征着太阳 是象征着车轮 还是说 还是盾牌 或者说是穿越过去的方向爬 太神奇了 哎呀 这些车车里边了 给你们看看啊 满载而归 看看里边都是什么啊 买的一些文创的东西 从小件说起 两个立盘 这个是盲盒啊 并不知道里边是什么图案的立盘 要不咱再拆一个 拆一个啊 试一下 都是里边的一些展品的图案 看一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我也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还可以有一个底座可以立在这 这么个意思 好吧 15块钱一克 15块钱一克 再给大家看看啊 这两个东西 老子啊 纪念币两个 到哪都会买纪念币的 这个 这个我很喜欢啊 是一个摆件 纪念币是30多块钱一个 这个摆件 给你们看看 特别卡通 挺好玩的吧 哎呀 有点黑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这意思 一只小老虎 还有这么一个 还有一个啊 是他这个的玻璃罩 就这些了 这个没有80多块钱吧 好像这个样子 不错吧 买的东西 不过也有一个小遗憾 就是没有看到他这个金面罩 金面罩是在文物的修复馆里边 修复馆呢 是17点 就闭馆了 没有赶上 留下一个遗憾 我以后还会再来看的 一定到时候把金面罩也一起看了 嗯 晚餐已经到了 不跟大家客气了啊 我开始享受我的晚餐了 下一期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